近日有網友去香港旅遊的時候 偶遇了之前被媒體忍傳死訊的鄭欣宜 該網友表示自己是在一家店裡遇到鄭欣宜的 於是主動要求合照 欣宜也非常nice的答應了 除了該網友外 當天還有另一個播主也在這一家店遇到了鄭欣宜 從兩人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到 鄭欣宜穿著一件緊身黑色背心 對著鏡頭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整個人比之前受了不少 這是鄭欣宜近四個月來最新的照片 很多網友看到了她的緊照之後 紛紛表示看到她好就放心了 好漂亮 瘦了好多等等 6月底的時候網路上流傳鄭欣宜去世消息 讓外界震驚不宜 儘管當時其經紀人第一時間出來澄清假消息 但媒體當時聯絡不到她是事實 在事之前鄭欣宜的社交帳號也處於停更的狀態 當時她已經失蹤超過三個月了 後來經紀人站出來表示鄭欣宜一致正常 只是健康出了問題 目前正在悠陽 7月12日的時候鄭欣宜在自己社交平台上 發布了一條自彈自唱的動態 從動態中可以看到鄭欣宜的狀態不是很好 整個人狠潮墜 看上去非常不開心 當時流傳鄭欣宜被男友詐騙千萬遺產 幻想抑鬱症走不出來的消息 雖然被男友詐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鄭欣宜的確可能幻想抑鬱症 天後李文生前被受抑鬱症困 李文二者之前說 在她自己身體狀態恨不好的時候 依然關心鄭欣宜的病情 她說她不快樂 我想幫幫她 一直想要幫助鄭欣宜 可視世事無常 李文突然離世 可能鄭欣宜也是從李文離世後還知道 她一直牽掛自己 才開始振作起來 不希望自己辜負前輩的心意 看到鄭欣宜現在露出這麼燦爛的笑容 天後李文的心願應該得到完成 還有她連續三次被朋友欺負 每次都傷得狠心 她開始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 也不相信自己可以真正被愛 愛情的失望讓她對未來失去了信心 同時也失去了對自己的尊嚴 雖然鄭欣宜擁有數千萬財產 但這筆財富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今前買不到幸福和安全感 也無法填補她內心的空虛 雖然她物質上很豐富 但精神上卻很貧窮 她缺乏自尊 生活失去了樂趣 就像機械地活著一樣 父親作為世界上 唯一需要她關心和支持的親人 也通過她的冷漠 加劇了她們的痛苦 而鄭少秋作為父親冷酷無情 她很少拜訪或打電話給女兒 她只是偶爾公開表達自己的擔憂 但只是為了滿足媒體和觀眾的期望 鄭少秋甚至對女兒說了一些傷人的話 指責她對利迪亞的教導 稱她是失敗者和無用者 姐姐說深深地傷害了鄭欣怡 讓她傷心又憤怒 她覺得父親不喜歡她 或者說根本不尊重她 她對父親充滿了怨恨和仇恨 鄭欣怡身體上的痛苦和父親的冷漠 給她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雪起她的家庭 就不得不雪起她的父母和家庭的關係 她狠笑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 父母的愛情故事更是讓人氣去 香港影視界一提到半指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她以幽默風趣人氣高著稱 幾乎每個香港明星都專稱她為伴者 當時沈殿下的伴者名氣很大 年輕的鄭少秋 就因為美麗的愛表和甜言物語贏得了伴者的芳心 這段關係在當時也被稱為浪漫二人組 可惜這段感情在她成名後 並沒有放棄這段血淋淋的愛情故事 兩人結婚後鄭少秋憑植一些資源 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隨後逐漸有了知名度 並逐漸開始與其他女性發展地下關係 當時有人說飛者已經40歲了 鄭少秋表示她要摸盡快生孩子要摸獨自前往 女兒鄭欣怡出生後她收到了離婚協議書 這件事深深地傷害了快結她終於做出勇敢的決定 獨自撫養年僅8個月大的女兒鄭欣怡 這時飛子也到她連自己的骨肉都不顧了 環繞取別的女人這時怎麼回事 父母離婚後她也在母親的照顧下得到了一些新的資源 但是失敗了母親也離開了她 鄭欣怡的悲慘生活也是從鄭少秋與李迪亞離婚時開始的 當她最需要父愛的時候父親總是缺席 脆弱的母親無法給予她足夠的愛 正因為如此鄭欣怡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愛情 內心也不夠堅強 後來鄭欣怡憑植個人的努力和家庭背景 迅速進入娛樂圈 在歌唱和演藝方面取得了諸多成功 在她事業的巔峰時期 她主演的電影韓箭票房高達2.53億 她創作的歌曲 《Miss You》也獲得了新成最佳歌曲的稱號 然而愛在的成就並不能真正治癒鄭欣怡內心的創傷 尤其是2008年聽到審殿下離婚肝癌的消息後 鄭欣怡的處境更加悲痛 由母親獨自撫養長大 母親的病讓她更加沒有安全感 正是在這個時候 鄭欣怡認識了她的朋友馬黑 朋友陪伴鄭欣怡照顧母親 審殿下雖然痊癒 但最終皇室去世了 母親生病期間 朋友們的精心照顧讓鄭欣怡深受感動 但也正是在她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人幫她分擔了一點 想必非常感動 兩人很快就醉入愛河 然而這段關係對鄭欣怡來說就像是毒藥 因為她是建立在不健康的基礎上的 鄭欣怡希望通過朋友來填補愛心的恐懼 但私下裡朋友並沒有表現出表面的關心和關注 她是一個懶惰、失業的人 通常是把錢花在奢侈品上 我從小就頂著星二代的光環卻沒有因此而有運氣 我不斷改變並不斷取得新的東西 鄭欣怡出生於1987年是一個雙子座女孩 她聰明又聰明就是有點緊張 她有著積極向上的人生觀 內心有許多美好的幻想 對理想充滿渴望 可以說這是一個充滿異過風情的迷人女孩 與雙子座女孩相合的她的命運並不順利 被觀以先二代的稱號 但這並沒有給她帶來幸福 她的父母在她狠少的時候就離婚了 她是由母親沈殿下撫養長大的 與母親住在一起後 她經常與母親一起出現在KVB節目中 並經常唱兒歌 15歲時在母親的幫助下 她參加了KVB的慈善籌款節目 並演唱了美國著名歌手布蘭尼斯皮爾斯的歌曲 Who's Why Did It Again? 成恩怡曾表示 自己將來想進入演藝圈 將父母一樣從事演藝事業 她在娛樂圈的代表作品 包括登上KVB《週刊封面》 參與《維達的天鵝湖》紙質廣告 扮演迪士尼的《白雪公主》等 這些作品得到的評價既有正面評價 也有負面評價 但負面評價遠多於正面評價 香港電影及演藝行政辦公室 也經常收到有關鄭欣怡作品的投訴 鄭欣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最近的體重問題 2003年她成為瘦身糖減肥代言人 並宣布一年內成功減掉一半體重 使她成為香港娛樂圈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後來減肥日記發表 鄭欣怡母女的肥胖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該事件引發了年輕女孩的減肥熱潮 她的母親去世後她留下了一份遺囑 要在她35歲之後繼承財產 母親的去世和朋友的出軌 恐伴者去世前再遺囑中宣布 將給鄭欣怡留下6000萬元的定金 當時沈殿下很清楚女兒的處境 她知道21歲的鄭欣怡不久前加入了協會 到那時她就可以照顧女兒了 現在她走了 面對這麼多前也給女兒帶來了潛在的風險 因此圍捉規定 鄭欣怡必須等到35歲才能動用這6000萬元 後來鄭欣怡通過自己在娛樂圈的打拼 賺到了自己的錢 足以讓她的生活過得無憂無慮 然而兩個關係仍然存在問題 她的朋友馬克有很多開知 要經常幫助她 她一直渴望和男友住進豪華豪宅 過上浪漫的生活 俗話說她是一個純粹的戀愛怒 她似乎沒緣無了地向朋友要錢 但總是很快就花光了 由於生活壓力 她後來以4000萬元的價格 賣掉了母親的豪宅 明眼人都知道馬克不是個好人 鄭欣怡的家人和朋友也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因此都極力反對這段戀情 然而身陷其中的鄭欣怡根本不聽勸告 最終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男友身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 馬克的真實本性顯露出來 她優雅地離開了她 面對前幾天鄭欣怡失蹤的傳聞 事實證明這隻是謠言 如今她積極與生活抗爭 由於鄭欣怡失蹤的傳聞 她的粉絲和娛樂圈的同仁都極為關注和失望 36歲的鄭欣怡是香港娛樂圈的耀眼明星 憑植出色的演技和甜美的形象 贏得了眾多粉絲的喜愛 為解開謎團 鄭欣怡的好友紛紛發表聲明 希望能夠闢謠 讓大家知道她的真實情況 據透露 鄭欣怡最近忙於拍攝新電影 工作時間緊張而忙碌 她與團隊一起努力工作 完善每一個鏡頭展現觀眾的最佳狀態 與此同時鄭欣怡經紀人透露 她近幾個月身體健康 她每天都積極參與拍攝 力求藝術完美 儘管拍攝過程中她感到很疲敗 但她堅持下來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 朋友們還表示 鄭欣怡在不拍戲的時候也和朋友保持聯繫 並在社交媒體上與粉絲分享自己的生活 對於她失蹤和死亡的傳聞 鄭欣怡的團隊和家人表示憤怒和無奈 此類謠言給她的家人和朋友 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和傷害 她們呼籲大家不要簡單相信假新聞 並要求媒體和公眾給她們足夠的空間和尊重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和支持鄭欣怡 相信她一定能憑直一貫堅強 樂觀的心態度過這段困難時期